中印尼核建东南亚首条高铁亚万高铁今天开通运行 面对世界级难度中国高铁出海第一单如何练成 对中国制造走出去又能起到怎样示范作用 时隔15年美国或在英国重新部署核武器 俄罗斯发出反噬警告 打着联合核任务旗号不断升级在欧洲的核力量 美国及北约想制造怎样的地区安全危机 今晚正在播出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 各位好我是何杰 我是影团 欢迎收看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 发布军队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办法 自2023年的9月10号起施行 办法一共33条 对生育调节 生育奖励辅助 生育服务等做出规范 提倡军队人员适临婚育 优生优育 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并且新增了育儿嫁 独生子女父母护理嫁等假期 工行农行中行建行 有储银行中信银行等多家银行 今天发布了关于存量首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调整的公告 公告当中各个银行都是公布了具体的利率调整的规则 总体来看 各行都将存量房贷利率调整 按贷款发放的时间 划分为了三个时间段来执行不同利率水平 对于原贷款发放时满足首套房贷利率标准的房贷 各行会按照新的利率标准来统一批量调整 而原贷款发放时不符合首套房贷利率标准的 在认房不认贷新政之下符合新的首套房认定条件的 则需要向银行提出申请 公告显示相关的利率调整都将是从9月25号开始执行 当地时间的9月6号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 进一步延长部分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豁免期 其中包括去年3月从301条款当中恢复排除的352项中国进口商品 包括了汽车的零部件 化学品 自行车等等 以及77种和新冠防疫相关的医疗用品 期限是从今年的9月30号延长到12月31号 进入焦点对话 今天中国印尼共同投资建设的雅万高铁开通运行 项目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旅游名城万龙 全长142.3公里 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 这也标志着印尼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昨天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雅加达试乘了雅万高铁 并考察了卡拉旺站台建设情况 李强指出作为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 雅万高铁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旗舰项目 是地区发展中国家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成功范例 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精心做好各项准备 确保高铁高标准开通 高质量运行 为印尼和地区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持久动力 雅万高铁是印尼乃至东南亚的第一条高速铁路 同时也是国际上首个由政府主导搭台 两国企业合作建设和管理的高铁项目 从今天起至本月30日 雅加达哈利姆站至万龙德卡卢尔站之间 将每天安排开行8列旅客列车 沿线市民可预约免费乘车体验 10月初雅万高铁将正式售票开始商业运营 在正式运营之前的免费试程 以及正式运营之后 大概在一定时间内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按照原定的车票 进行一定程度的折扣 这也是我们整个的大型基础设施 为印尼民众服务 普遍服务的一种考量 在雅万高铁开通前 雅加达和万龙之间 高速公路行车时间约两小时 但高峰期和周末拥堵时段路程 可长达五小时乃至更久 而普速铁路行程约三小时 时速仅五十多公里 而高铁开通后 两地间最快旅行时间 由三点五小时压缩至四十分钟 要更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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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 或者是感激烈的 所以希望它会增加 的动作与 不仅在 Jakarta 但是也往往往 在东方 在东方的东方 在东方的东方 在本身上 有多于50万人 所以它会有很多影响 好 相关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 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的教授孙章 我们还将同时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院的研究所的所长王一维 首先请出一维 这个小湾高铁是印尼和东南亚的第一条高速铁路 它的开通对于中国和印尼分别意味着什么 那么从长远来看 这条铁路对于区域经济合作又意味着什么 首先对于中国来讲 是我们的高铁全要素的走出去的第一个单 所谓的全要素 就从不仅是设备 从设计建造运行管理 包括通讯标准全是中国的 所以它非常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对印尼来讲 因为整个东盟6亿多人口 将近一半生活在印尼 印尼也有一万七千五百多个岛屿 所以将近人口的一半又生活在爪哇岛 而爪哇岛最重要的城市 雅加达到它的万龙旅游城市第四大城市 将来延伸到四水 整个爪哇岛的互联互通产业的这样一个布局 都非常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所以推动了不仅是整个印尼 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 这个互联互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和东盟的命运功能体 应该来讲天真加瓦 对刚才王一维谈到了全要素 的确作为中国高铁走出国门的第一单 亚万高铁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 中方在海外全程参与规划建设运营管理 在复杂的地形和特殊气候条件下创造了工程奇迹 亚万高铁的17号特大桥 跨越了亚万高铁全线流量最大 河床最宽的一条河 这里的地质与水文环境复杂 给中国建设者们出了不少难题 我们创新的提出了一个索扣式钢管装尾业 这个应该是我们在这个桥上一个创新的工法 亚万高铁位于爪哇岛 这里是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活跃中心 火山灰堆积地质家具工程 永泥发生的危险 在反复失措中 建设方创新使用了洞内洞外同时加固的方法 防止沿层坍塌 而为应对印尼多震强震的特点 建设方不仅在土建工程中 采用了专门的剪隔震制作 还为动车组安装了可控车的地震预警监测系统 以智能停车避险 此外在钢轨尺寸混凝土配比 通信频段等方面 中方技术人员也因地质疑 编制的多套详细方案 这也让中国高铁的修建技术 更加完善 更加国际化 洋湾高铁是我们完全的中国标准 中国技术 中国制造 以后也可以输入到全世界 让全世界的高铁 都以中国的标准 中国的制造为基础 好 请出在演播室的孙教授 孙教授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 所谓的全系统 全要素 全产业链 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条亚丸高铁 它先进在哪里到底 因为高速铁路 它的有九个子系统 非常完整的 可以我们说走出去 亚丸高铁 它能够整个各个系统 我们都是自助创新的系统 进入了亚丸高铁 我们连试验车都一起运过去了 都是我们的 总书记去开会的时候 就做的就是试验车 检验车 检验列车 那么它主要先进 在一个首先一个 大家都熟悉的 就是它的运营速度快 第二个就是它的自动控制先进 可以无人驾驶了 而且现在在我们的动车段 你可以看到在疫情中间的 每一个高速列车 你都可以实时的联系 感受到它的运营情况 有一些问题可以及时的处置 这个列车控制系统很先进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国家 有一个天生的优势 就是我们全天候 整个热带 像印尼他们的技术人员 考察了我们的海南岛以后 他就非常欣赏 因为我们是有亚热带 热带的高铁也能够适应 跟印尼的气候差不多 我们还有野寒的寒带 还有高山地区 还有地质地貌 各种复杂的情况 我们都有高铁的线路的 建设和运营的经验 对 没错 像您谈到了这么先进的 这么一套系统 在亚万高铁上试验成功 出海成功 那么对于整个中国高铁的出海 意义又在哪里 他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 还安全好 对 这一点大家还不太 因为我们的国家的高铁的 这个分母概率 这个分母太大了 所以我们现在没出过大的事故 除了2011年的723事故 我去参加国务院的调查组 它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不是高铁技术的错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的伤亡率 我们现在的统计出来 是10亿人次 这个伤亡率是零跌零二 也就是说一个人 你要乘10亿公里的火车 才有2%的可能性 出一些伤亡的事故 那么这四个优点 我们是在世界上 应该说是可以 非常先进 非常有吸引力的 好 我们稍后再请教您孙老师 其实就像您刚才谈到了 从21世纪初到今天 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高铁网络 技术和能力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助力中国高铁不断地走出国门 连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和塞尔维亚首都布尔格莱德的 匈赛铁路 是中国高铁在欧洲 拿下的第一个大单 目前位于塞尔维亚境内的贝诺段 已经开通了一年 匈牙利段也在今年进入铺轨施工阶段 此外正在建设中的中泰铁路 也引进了部分中国高铁技术 如今随着亚万高铁的通车 马来西亚政府已经表示 有意重启新龙高铁计划 这个项目也与中国进行了研究探讨 印尼政府则多次表示 正考虑将亚万高铁 延长到印尼第二大城市四水 中国对外铁路建设 在国外的成功案例 也让日本紧盯中国 日本一直是世界公认的铁路强国 但近年来 日本在海外的诸多铁路建设项目 因为技术资金 当地政策等原因进展不顺 不断受到中国等后期之秀的挑战 环球时报援引日本专业交通媒体的分析称 日中之间的高铁技术差距已开始显露 就在中国与印尼合建亚万高铁之际 日本也有几个与别国合建高铁的项目 不过都处于搁浅状态 日本与越南曾签署铁路发展相关协议 北南高铁就在其中 但这一项目因工期长 报价高等种种原因 拖延了十多年 至今未启动 计划采用日本新干线模式的 曼谷青麦高铁情况也类似 日泰双方于2015年 签订该项目第一阶段合作备忘录 但由于高成本和泰国国内争议 项目一直处于审查阶段 日本在印度的高铁项目 已经推进了一段时间 结合日益媒体报道 全长508公里 2017年就开始动工的高铁线路 有望9年时间完成项目建设的12.4% 作为世界公认的铁路强国 日本却在海外留下不少停滞 进展缓慢的高铁项目 日本媒体提出 与中国举国体制建高铁不同 日本由民企乘建高铁 层层分包 拖慢建设进度 且风险难以把控 同时 中国原建铁路的标准和设备 都与中国国内完全相同 意味着故障出现时 能迅速从中国国内调用设备 这一点是日本难以逾越的 好 我们继续请出来 还是先问在演播室的孙老师 孙老师 您怎么样看中国高铁 在技术上的优势 另外 如果中国高铁将来要更好的 出海的话 咱们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 我们的技术优势就是刚才说的 一个速度快 一个是控制限制 还有一个就是全天候 全地质地貌 还有一个就是安全好 那么这个技术就很有竞争力了 但是我们走出国门 像印尼雅王高铁是很成功的一个范例 我们是政府大台 是企业创系 我们由国家体重集团和印尼的四家国企 组织了一个联合的合资公司 这样而且我们是由国家主席派了特使 就是我们的发改委主任去送可行性研究的报告 而且我们的大使 他那个县丰 在当印尼大使的时候 现在在美国当大使 在印尼当大使的时候 他讲到高铁之后 头头是道 仍然是一个皇家离手 那么这对我们高铁的介绍是很到位的 承诺不一样 但是日本你看 日本它全部是私营企业在外面承认项目 对 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是做的很先进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合资共银 这次我们是中国的股份是40% 印尼的占比是60% 他们是大股东 他们控股 当然他们有四家公司 那么再有一个50年 我们对印尼的这条铁路是很有信心的 为什么 它是一丁二亿人口 爪哇岛 一丁二亿人口 它联系了一共142公里 现在把第一城市 第一大的城市 第四大的城市 要延伸到四水的话 就是第二大的城市 所以这么密集的一丁二亿人口 在这么一个小岛上面 这个就是我们高铁的两个要素 一个是GDP 一个GDP 一个就是人口 人口的密度 就不担心运营了 它就是 而且我们现在是有独立的经营 授权是50年 那么完全有信心 它可以这个严厉 好的 谢谢苏老师 我们再请教在线的王老师 包括王一伟 包括这个亚万高铁 日本也曾经是这个有力的竞争者 但印尼政府最终选择了中国人 这个被很多人视为对日本在东南亚高铁市场雄心的一种打击 也是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日益增长的一个标志 所以你怎么样解读中日竞争高铁主导权背后的这样一种深意 刚才孙老师已经谈到了一点 的确中国的高铁技术学习借鉴了日本的 法国的 德国的 加拿大的等等 但是像中华文明 坚熟并续融会贯通极大成者 后来就上弯道超车 比如说我们在高铁上的优势 不仅从设计建造运行管理 甚至从担保 都是全方位的优势 因为日本的 刚才讲高铁技是私人企业 它没有办法 印尼政府提供担保 所以它就没办法去竞标 中国是国有企业 而且我们有国开行 提供担保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优势 另外就是中国全产业链的 所以我们建造设计运行的管理的成本 是最低的 效率最高 所以中国改开放四十多年来 创造了要致富先修路的这样一个企迹 所以我们不仅是修一条高铁 而且通过沿线的开发 推动它房地产的旅游 相关产业的发展 带动一个地区的发展 甚至一个国家的成飞 这就是中国它的工业 极大成者的这样一个 综合性的魅力的释放 好的 感谢两位带来的分析 十年前的今天 2013年的9月7号 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的演讲中 第一次提出新丝绸之路 经济代概念的时候 很少有人能想到 它会成为中国外交崛起的一个标志 我们相信 站在新的十年的起点 一带一路倡议 能够结出更多的售果 在美国商务部长 英国外交大臣 意大利外长相继访华之后 北京又迎来了一波西方客人 今天上午 中澳高级别对话 第七次会议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这是中澳高级别对话 中断三年之后的重启 而作为双边唯一的 一轨半对话机制 中澳高级别对话 是建立在2014年 每年轮流在两国之间举行 已经成为了讨论 两国关切问题的平台 上一次 也就是第六次中澳高级别对话 会议是在2020年初 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举行的 那么这次对话 是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 与澳大利亚澳中关系 国家基金会共同来举办 也被看作是中澳关系 进一步回暖的标志 澳方代表团一共18人 由来自澳工商部门 政府机构 学术界和媒体的代表组成 团长为工党前贸易部长 埃莫森 此外 澳大利亚自由党的 前外交部长 毕小普 以及外交和贸易部秘书长 安思杰 也随团同行 中方代表团团长 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 名誉会长 原外交部长 李肇星 代表团成员包括 中国原驻美大使 崔天凯 据《环球时报》报道 李肇星在开幕式 致辞中表示 中澳关系的实质 是互利共赢 把中国视为威胁 是战略误判 李肇星在发言中 还强调了 独立自主 在中澳双边关系中的 重要作用 称要把中澳关系的未来 掌握在自己手中 埃莫森表示 作为前贸易部长 自己了解澳中 作为经济伙伴 对彼此的重要性 经济上的互补性 给两国人民 带来了巨大的补值 据参考消息等媒体报道 澳大利亚外交部网站 此前发布声明称 双方将围绕贸易与投资 民间联系 以及地区和国际安全 等一系列问题 展开建设性讨论 好 相关的话题 我们接下来来连线 华东师范大学 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主任陈宏 特别要告诉大家 陈宏主任也是参与 此次高级别对话的 中方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陈宏主任您好 特别想问您一下 对 在您看来 三年之后再重启 高级别会谈 对于中澳之间的关系 它的意义在哪 就是中澳高级别会谈 它是一点无悔 一点无悔的话 本身来说 既包括现任官员 也包括前任官员 也包括像工商界 包括像我们学术界的 这样一些人士 因此它本身以最大的 这样一个灵活性 来处理两国间的关系 同时能够全方位 能够涉及到 能够讨论 两国关系中心 涉及的方方面面 所以这本身来说 因为之前 由于疫情的原因 尤其是由于上级 澳大利亚对 两国关系的破坏 所以高级别对话的话 一直是延迟到今天 就是说今天在举行 但是今天这个举行的话 本身来说 也可以说是 双方共同努力 克服重重阻力 能够重启这样的会谈 我认为这本身来说 就是重要的一步 能够为推动双边关系 能够改善 甚至于能够巩固和加强 都带来重大的这样的意义 对 就像您刚刚说的 重启对话本身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 我们稍后继续来讨论 去年11月的时候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在巴黎岛成功会晤 为双边关系发展 矿定了方向 也奠定了基调 之后中澳关系 就进一步回暖 今年2月 中澳商务部长 进行了视频会谈 5月中旬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 法雷尔访华 并与中国商务部部长 王文涛 共同主持召开 第16届中澳部长 级经济联委会 今年8月初 中国商务部取消 对澳大利亚大卖的 惩罚性关税 被澳方视为 两国关系的一大进步 2019年之前 澳大利亚一直是 中国进口大卖的 第一大来源国 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澳大利亚 共接待超过 18万中国游客 6月单月 共有3.7万 中国游客抵澳 游客数量 已经恢复至 2020年 同期水平的近5成 8月初 中国宣布 第三批出境团队 由国家名单 其中也包括澳大利亚 今天商务部发言人表示 据中方统计 今年1至7月 中澳贸易 达到1345亿美元 同比增长5.4%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这次对话重启前夕 澳大利亚与菲律宾 首次在南海海域 举行了大规模的 海陆空联合军业 演习主要内容 是模拟夺岛 地点在黄岩岛以东 大约240公里的一处 海军基地 澳大利亚派出了 1200名的士兵 并且出动了 堪培拉号两栖攻击舰 以及F35战机 演习进攻色彩浓厚 我们再次的连线 陈鸿主任继续来讨论 那么在重视经贸关系的同时 你看我们也看到 澳大利亚积极地配合 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 频频搅局南海 所以在您看来 这对于中澳之间的关系 会有怎样的影响 就是在美国 就是印太战略当中 澳大利亚是被美国所赋予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角色 但是问题是 澳大利亚本身来说肯定是 因为澳大利亚是美国的 那个门友 所以在澳大利亚对外政策中 澳美同盟始终是处在一个 基石的这样一个位置 但是问题就是 就像今天早上 李高兴部长所说的 就是同盟关系和伙伴关系 两者并不排斥 并不是说澳大利亚和美国 前的同盟 就必须把中国置于对立面 所以到目前为止 澳大利亚本身来说 如果把中国是说是对手 甚至是是敌手 这本身来说就是个错误的做法 所以确实澳大利亚领导人 需要有这样一个充分的政治智慧 去处理这样的把控 这样一个局面 同时也能够达成这样一个 外交上的安全上的 这样一个独立自主的 这样一个政策 对 就像您说的 甚至可以应该是 把原来在错误的轨道上的 一些做法 要摆回到正确的历史方向 那我们再来看 就在这次高级别对话的同一天 外交部宣布 中方欢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应李强总理的邀请来访华 您觉得这对于中澳关系来说 又意味着什么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样一个步骤 因为之前的话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曾经多次表示想要访华 但之前的话来自美国的压力 包括澳大利亚国内 反华势力的这样一种阻力 纷纷就是对 那个阿尔巴尼斯访华的 这样一个动议 就是说进行各种各样的 这样的阻挠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阿尔巴尼斯能够顶住 重重的压力 能够依然能够继续访华 我感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中澳关系的基石 就是经贸关系 阿尔巴尼斯说是年内访华 下半年访华 应该就是差不多 就是在我们的进博会的期间 所以本身来说 也可以说 它是是进博会 是中国对外开放 做一个重要的契机 以此来带动中澳关系 所以我觉得 阿尔巴尼斯的访华 应该说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这样的步骤 对 就像您分析的 也期待澳方 特别使它的政界 能够有这样的定力 有这样的历史智慧 把中澳关系 推向非常良好 互动的一个方向和轨道 好 再次感谢陈鸿主任 接受我们的采访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 今晚 稍后您会看到 时隔15年 美国有可能会在英国 重新部署核武器 俄罗斯发出了反制的警告 打着联合核任务旗号 不断升级 在欧洲的核力量 美国以及北约 想制造怎样的地区安全危机 进入全球眼 欧洲上空核一霾再次加重 央视援引英国卫报的消息称 时隔15年 美国可能在英国 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 报道称 美国国会近日批准 向美国空军提供5000万美元的资金 在英国的一处空军基地 为执行潜在安全任务的人员 建造宿舍 而所谓的潜在安全任务 通常被五角道楼用于 指代核武器的运用 不仅如此 在美国2023年度国防预算当中 英国被列为进行 特殊武器储存地点 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之一 而针对此次 美国将在英国 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的消息 英国国防部发言人 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美国于1954年 第一次在英国部署核武器 2007年 美国将B-61核弹从英国撤出 那么这次 重返英国的核武器 会是哪种型号呢 英国媒体猜测 可能是B-61核弹 加上F-35的组合 新华社援引英国媒体的报道称 去年11月 美空军C-17运输机 获准运输B-61战术核弹 使其能够将该型核弹 运到欧洲的存储点 报道援引美国核信息专家的话称 种种迹象表明 核任务可能将重返英国 B-61战术核弹 是美军攻打敌方纵身目标的核武器 目前仍是美国核武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服役时间已超过50年 但B-61不仅没有退役 反而经过了12次改计升级 最新型号的B-6112战术核弹 在2021年正式投入生产 打击精度和使用寿命 均得到了优化 央视援引英国卫报的文章指出 B-6112战术核弹将在今年运抵欧洲 用于替代老旧的B-61 早期 B-61战术核弹的运载投掷平台 以战略轰炸机为主 但在2020年末 美军首次公开了F-35A 隐身战机投掷B-6112的画面 此举也意味着 该型核弹实现了与五代机相结合 此前 央视援引英国媒体的报道称 美国空军54架可携带战术核武器的 F-35战机将被部署在英国 拉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 部署时间可能在今年年内 好 相关话题 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欧洲研究所的所长崔宏健 特议评论王强也同时参与讨论 首先请教崔首长 时隔15年美国人再次把战术核武器 部署到英国 为什么 毫无疑问 眼前的乌克兰危机 是美国再次升级 它在欧洲的核武器部署的一个借口 其实早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 当时美国的媒体就爆料 说美国就在加紧更换 或者说部署在欧洲的精确的战术核武器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 现在美国毫无疑问 它是利用所谓的 比如说此前俄罗斯宣布 在白俄罗斯要部署战术核武器 对于一些欧洲国家来说 要加强和对美国的核保护伞的依赖 来应对所谓的来自俄罗斯的核武器的威胁 就成了美国现在公开的 不仅是要推进 更新它的战术核武器的速度 同时还要增加部署 就像刚才片子里说到实际上在冷战结束以后 美俄两个国家在欧洲部署核武器 整个是成一个下降的趋势 但是我们看到尤其是此前英国 撤出了110枚的战术核武器 但是现在如果英国重新部署美国的战术核武器 那就意味着现在今后一段时期 欧洲的核武器的态势 有可能会重新回到冷战时期 所以这样一来 我觉得对美国来说就达到了一个目的 就是一方面通过一种所谓的积累的 累加的优势来应对俄罗斯方面的核反应 同时要加强对欧洲国家的控制 我们知道现在在这几个部署了美国核武器的欧洲国家 应该说他们在战略上 在安全上都会更加的依附美国 所以美国人英美的这个动作目的非常的明显 我们请出王强 我们知道这个英国的核力量 之前完全由这个三叉戟二前射弹道导弹组成 那么一旦B612战术核弹和F35战机的组合进入英国 对于英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我想一个方面是英国仅靠美国应对这个俄武冲突 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看到 从这就意味着英国的军事力量 特别是它的核力量 将进一步被美国完全所捆绑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空军的F35挂载美国的B6112型核弹 它进入到英国的空军基地 表面上体现的是美国和英国的军事战略同盟关系 但是实际上这种同盟关系 会对英国带来的恐怕不是一个战略优势 而是非常大的一个现实麻烦 因为核武器不同于常规武器 美国如果从英国本土出动携带核弹的F35 去攻击自己对手的目标 这就意味着英国自动成为核大战的一个作战对象 势必会招致对手的核报复 而我们知道英国的核战略本身是非常奇特的 它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中 唯一只有海基核力量 这种单一的核作战手段 极大限制了英国这种核威射能力 更何况它所携带的这种潜射导弹 还不完全在自己手里 它的这种前卫级的核潜艇 搭载的是美国的三叉级二型弹道导弹 理论上英国首相可以独立下达作战命令 但是我们知道 三叉级二型导弹的作战数据是美国设定的 弹道导弹作战所需要的GPS导航系统 又离不开美国支持 因此英国的这种理论上的核政策独立 实际上它是不独立的 现在门槛更低的B6E12型 这种战术核武器进到英国本土 带给英国是什么样的后果 这其实是一目了然的主持人 好的 感谢两位稍后再来 其实两位刚才都谈到了 贺杰就是英美的这个动作目的很明显 我想俄罗斯应该也不会坐视不管 对 就像你说的 这个针对英国有可能在 美国有可能在英国重新部署核武器的消息 俄罗斯的外交部门是在第一时间就发出了警告 俄罗斯的担心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长期关注核财军的智库机构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就估计 美国目前在德国 意大利 荷兰等五个北约国家 都部署了大约100枚的战术核弹 根据美国与欧洲北约国家达成的所谓核协议 这些核武器处于美国空军的控制之下 经美国总统授权和北约批准后就可以用于战争 那对于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 俄方就将他们看作是冷战遗物 俄方表示美国在欧洲部署核武器 使得外界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可行性感到担忧 俄方还提出美国应该撤出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 消除可以在欧洲北约国家存储维护和快速部署核武器的基础设施 并且也应该停止对相关人员的培训 我们继续来连线崔宏建先生 崔先生好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B612战术核弹 将会在今年运达欧洲用于替代老旧的B612战术核弹 所以也想听您做一个分析 在这样的星球核弹交替之际 会不会意味着美国就迎来了对欧洲 重新部署核武器的一个机会 它接下来会怎么部署 的确是这样 我们看到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 美国正在全面恢复 它之前在冷战时期 在整个欧洲大陆的部署 这其中最重要的利点就是战术核武器的部署 我们现在看到不仅英国可能会成为一个新增的战术核武器的部署点 同时在原有的五个国家六个军事基地中的部署 我觉得美国方面也会做出一些增量上的调整 比如说现在在德国和意大利的部署 包括未来有可能会新增一些的部署点 比如说现在讨论比较多的像罗马尼亚和波兰 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尼亚和波兰都是所谓的北约东裔国家 所以接下来如果俄乌冲突 未来的发展是俄罗斯和西方形成长期的对抗的话 不排除美国会把波兰和罗马尼亚这些国家 作为所谓的新的战术核武器的部署点 这样来实现所谓的前沿为舍 对刚才我们的报道当中也提到了 俄罗斯的外交部门做出的第一时间的反应 但是如果美国持续向您分析的 以及他所表态的持续要在欧洲的不同国家 来部署核武器的话 俄方恐怕也不会坐视不管 所以在您的分析当中您觉得 俄方会采取什么样的一种对等反制的措施 另外整个欧洲方向会不会陷入恐怖的和平衡 的确我们看到对美国有可能会扩大在欧洲的核武部署 而且进而对俄罗斯造成威胁的问题 俄方已经多次的指责和批评 不仅仅是美国讨论会利用它现有的军事基地 加强核武部署 甚至现在在欧洲国家中有一种趋势 就是一些所谓非核国家 也愿意更多的分享所谓的美国的核武保护散 这样一来的话 美国的核武器在欧洲的扩散 似乎就成为一个趋势 在这样背景下 我觉得我们看到从态势上来说 俄罗斯是处于一个相对的劣势 因为现在俄罗斯也只能是依托白俄罗斯 做一些境外的部署 因为面对越来越多的一些北欧国家 如果成为美国的核武部署地的话 在整个战略态势上 俄罗斯是比较吃亏的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我想俄方今后会更多的采取一种不对称的战略 来应对目前美国方面 给它施加了这种核压力和核威胁 当然在这个背景下 我们就可能会看到又回 欧洲大陆又重新回到冷战时期的一种 所谓核恐怖均衡 因为毕竟俄罗斯它的核弹头的数量 是超过美国的 所以一方有数量优势 另一方有所谓的地缘位置上的优势 双方今后的这种看上去不对称 但是最终形成某种均衡的态势 实际上现在正在欧洲大陆形成 对 非常感谢崔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提供您的观点 非常感谢 好 我们的直播还在继续 稍后再回来 好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祝你晚安 再见 再见